我們來看一下好那個 怎麼樣建立一個專案 建立專案我們剛剛已經有測試成功了 所以你的環境也是Ready了 並且也把它中文化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一樣 再把這個Equibus把它啟動起來 再把它關掉了 這個中文化的部分 所以以後的話 當然就可以再把它 執行起來 變中文化的版本 不過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那也可以啦 也可以下個指令 不過這倒無所無妨 其實開發環境用什麼 沒有人會去計較啦 當然就是 結果你要做出來 才是對的 OK 接下來的話 我們剛剛有個TESTER 他會自動幫我在Source裡面加這些東西 可是這個RUN起來裡面沒東西 沒有什麼東西 只有Exwork 只有啟動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 我們的一個 結果 大家給各位看一下 也許你 我希望做一個 Hello的一個 一個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我先要 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專案名稱的話 也叫什麼 First Project 類似像這樣的名稱 那一樣 我就把它 Create Create起來之後的話 再來你需要做什麼呢 建立 App 那這個App不是手機的App 這是一個專案 裡面的一個程式 Appication 那其實我剛剛特別強調 Jungle 實際上 有一個框架 框架就是你要學習的是 他 要 做出那個專案的步驟 你要在那個框框裡面做 那他有一個概念叫 M 本來叫 MVC 那Jungle比較特殊 他叫 MTV 有沒有 上禮拜有T T的話呢 是Temperate Temperate 加S 他有很多的樣板 V的話就畫面 M的話呢 一般呢叫Model Model或者叫Metadata 就是Database 資料放哪裡 不過剛開始也許資料庫 比較複雜一些 所以 我們前面的練習也許暫時先不需要加資料庫 什麼時候要加資料庫呢 比如說你要做一些留言 做公告 做什麼的 購物車 等等的 就是要資料的時候 我們再把資料加上去 所以後面慢慢慢慢延伸出去 再來就是說呢 可能會用到 Python的相關程式技巧 所以上學期的東西也會慢慢把它搬進來 就是兩邊的上學期的東西 跟這學期的東西會慢慢整合進來 所以待會的話 大概就是 先建一個什麼 先建一個 專案 叫做 First First Project 然後這邊進來 再來的話特別注意 在書裡面呢 他是要我們下指令 下什麼指令呢 你如果要create一個APP的話 當然你需要 在那個Python裡面下一個 怎麼 manage .python startapp 的指令 但是 ECAPS的好處是說他可以按右鍵 直接去執行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按部就班來看好了 一個步驟的慢慢來完成 所以首先的話呢 一樣是啟動什麼 啟動我們的這個環境 再來的話呢 新增一個專案 專案的名稱的話記得就是在這邊找到這個 然後呢把這邊呢輸入那個 First Project OK 那其他的部分如果都不改 這個因為剛剛改過 所以他自動幫你停在這邊 然後呢 按下一步 下一步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改 OK 然後他問你要不要參照 不參照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那 資料庫這邊不改 沒關係 不過建議 慢慢習慣 因為我們是1.11的版本 所以盡量去選上面 1.4貨之後的 OK 因為他可能在 資料庫的那個存取上面還是語法上稍微有差異 好了 按Finish Finish之後的話呢 所以喔 步驟1 建立新專案 步驟2 建立一個App 那建立App怎麼建立啊 不過你要先確認你這裡面有沒有東西 有 你會發現喔 像剛剛好像還是有同學跟我發生一樣的狀況 有沒有就是他裡面沒有目錄那些東西 可能 我剛剛是重開一下Eclipse 讓他可能 掛載上去的東西能夠生效 就OK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發現你開一個專案裡面沒有東西 很簡單 你可以關掉重開 應該就OK了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新增一個App 怎麼新增App 請你在專案上方按右鍵 這邊會有一個Jungle的外掛出現 那實際上你會發現之前外掛的東西 就是掛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非常的好用 因為書裡面很多地方 都是要你手動去做 下指令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都不用做 你只要點下去點下去點下去 就等同 他幫你執行程式 你就不需要 所以書裡面很多講到什麼下什麼指令 Eclipse裡面通通幫你做成圖形化 你只要一知道什麼 先建立一個什麼 Create一個App 不過這邊他沒有中文化 建立一個App 那所以呢直接把它點選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那個App的名稱叫什麼 名稱當然這個 你叫什麼都OK啦 不過我這邊的話 我把它取名稱叫MyApp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取一個名稱 叫做MyApp 那再來還要做什麼呢 你可能就是要做一些 設定同步的動作 所以 這邊的話 先 跟資料庫做連接 然後再同步資料庫 這兩個步驟要再做 然後再建立Template的目錄 建立的方式就按右鍵 新增資料匣 資料匣名稱的話呢 記得就是叫Template加S 就是他是一個樣板 裡面 會有不只一個樣板 可能有多個樣板 你可以拿這個樣板來做一些事情 環境設定的話 可能要Setting 我們把 這個地方先做到這邊好了 就是先 MyApp MyApp 按確定 意思就是說我要先新增第一個程式喔 然後他就會幫你先新增程式 新增程式之後你會發現 他幫你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你會發現喔 有Eclipse真好 為什麼因為 之前是要下直立 超麻煩的 現在你只要按右鍵 Create給他一個名稱 他就幫你做好了 而且還會顯示出來 不然的話 你們自己看書裡面 他不是這樣子喔 是要下指令的 而且 還真麻煩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話呢 你就要把這個程式 這App 跟資料庫之間做連動 那你會想說 資料庫現在放哪裡 其實他的資料庫呢 在 目前是沒有看到資料庫 不過將來如果你 創一個資料庫 好像點db還是點什麼 負檔名 再來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把他做什麼 跟資料庫之間做通 目前是 沒有資料庫啦 但是一般習慣上 還是需要什麼 需要做 所以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 直接 在這個專案上方 做 第一步 做第二步 先 先把它按右鍵 一樣 先 先 先做這個 Mac 就是跟資料庫做一個連結 按一下 然後他問你說呢 請問一下你要連結的那個名稱 叫什麼 因為我那個 剛剛是MyApp 所以你就是直接跟MyApp做連線一下 連結一下 OK 這樣就完成了 App cannot find Finish 之前好像也有發現過這個問題 這個好像也OK 那再來第二個步驟的話呢 就是再跟那個什麼 再跟他同步 同步一下 好 第二步 同步 那第三個的話呢 我們就 再見 Templates 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可能做完之後 你要先做一件事 因為你已經加了App 所以你要在Settings 顧名思義 Settings就是設定 設定什麼呢 告訴他說 我已經加了一個 我已經加了一個 名稱叫App MyApp的一個 Application 程式在裡面 所以 先要通知他一下 那設定的方法 特別就是在 我們的 這個 專案底下 有沒有 First Project 底下會有一個 Settings.py 你就把Settings.py 這個檔案把它直接打開 打開之後向下找一下 他會出現什麼呢 出現就是說 這邊的話 會有一個叫什麼 Install 就是已經安裝的 那個程式有哪一些 那你要告訴我 我要多增加了一個 就這一個 也就是說 你本來這邊是沒有的 本來這樣子 那你就在 中刮 後中刮壺上面 Enter一下 自己打一個 單引號 然後呢 打一個名稱叫 買 就是你剛剛打那個名稱 買App 這樣就可以了 記得後面加一個 豆點 表示 就是 結束的符號 記得把它save一下 這樣的話 基本上他就知道 有這個名稱了 那你會發現 他才會找得到這個 不然如果剛剛 我剛剛奇怪怎麼找不到那個名字 因為你在Settings裡面沒有 他就會出現錯誤 所以 那一樣 就按右鍵 再去做一鍵 再去做什麼呢 Mac這個資料的 跟資料庫連結 跟什麼連結 跟那個MyApp之間做 就是 城市跟資料庫之間做串連 然後呢 資料庫同步 這兩個再run一下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run一下 他就會找得到 目前他沒有 沒有同步了 不過run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他會多一個東西出來 多這個東西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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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ite3 就這個東西 意思就是說 他也幫你建立好資料庫了 也就是說你這個 網站呢 本身也可以拿來做資料庫的存取 已經準備好了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需要一個樣板 所以這個是M 基本上呢 我們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就是我剛剛講 M 再來是什麼 MTV 所以基本上的話 T T的話就建Template 所以 請你在哪裡呢 在Source下方 這邊 建一個資料夾 叫Template 記得那個建立的位置 可能要特別小心 你不能隨便建 目錄 建目錄的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加了 然後再來就是做這個動作 再把它同步 你確認一下會多增加一個資料庫 再來的話呢 就是新增Template的目錄 在哪邊新增 你不能隨便亂新增 不是在專案下方 是在Source的下方 Source裡面 建立這個Template 所以呢 我先把這個Template 目錄名稱 把它先 複製一下 也許你自己打一下 不要打錯字就好 然後呢 再到那個 根目錄下面 記得是在 SRC 按右鍵 新增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的話呢 就是叫Template 記得字不要拼錯啦 最後加一個S 表示應該很多個樣板 完成 OK 這個時候的話就多一個Template 那以後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顯示相關網頁呢 就可以在這邊按右鍵 去新增那個網頁了 不過可能會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在Eclipse裡面 做網頁 變成你要全部要打HTML 那當然是很辛苦的事情 反正 也許之後再找其他網頁 不過我們剛開始的程式都很短 或者是說你如果打字比較慢的 雲端上也有程式 把它貼上也可以啦 至少可以先run出來 建立好Template之後的話 資料庫有了 然後Template也有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再下一步 其實就是照那個 按照那個步驟 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 然後我們再來Template 底下的話呢 再來設定那個路徑 告訴他說 你這個Template路徑 要跟什麼 可以同步 所以一樣在到Settings裡面 把那個什麼呢 這一行程式補上去 加上這一行 加在哪裡呢 加在DIR後面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在 我先把這一行 先把它複製一下 DIR 後面是註解 警號加上註解 加在哪裡呢 記得不要加錯位置 加在那個 Setting 剛剛這個Setting 設定裡面 告訴他說 我的那個Template 只是放在 這邊有沒有一個DIR DIR加S 指的是 目錄的意思 目錄 目錄S 那些目錄放哪裡 我剛剛 把那行複製 這行理論上 你當然也可以自己打 不過我是建議你乾脆直接從網路上 直接複製貼好了 比較 保險 OK 貼上去之後的話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 裡面OS 上個學習好像有講到 OS 指的是你的作業系統 裡面的 路徑PASS 加入一個基本的 BASSDIR 這個BASSDIR 實際上就是 上面會有一行 在這裡 指的就是說 跟它同一個目錄 底下的跟目錄的意思 然後呢 我們 就會有一個目錄名稱 叫Templates 那我就知道 原來我的Templates在這裡 那你想說將來如果你不要叫Templates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你就把這個名稱 改成別的名稱 也可以 不過理論上 大部分都會是一樣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就T就好 所以我們M T V等一下再來 所以 記得反正步驟記一下就好 要